你以为这个箭头它正反面是同向的 其实只要把它转个角度 正反面这两个箭头它就是反向的 当你又以为它真的是反向的时候 其实只要再转一个角度 它正反面又变成90度角了 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个箭头它会自动转向吧 其实这个箭头它是硬刷上去的固定不变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它就像会自动转向一样 其实是你的思维欺骗了你 只要你从侧边看一下它们的过程 就可以明白这两个箭头为什么会自动转向了 可以同时留意一下正反面这两个箭头 仔细看 当背面的转过来的时候 它还是向左上角 看到吗 这两个箭头是相互交叉的 但是我只要把它旋转一个角度 仔细看 正面朝左边 背面向上 这个也很好理解 然后我们再把它转一个角度 只是留意一下背面 把背面的箭头翻转180度的时候 它就会朝左上角 然后从正面看起来 这两个箭头就成了反方向 看到这里 你能理解了吗 这个箭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